好大当中左右三二 幸福好时光 好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位专家 他是台湾大学非常知名的教授 我也常常在电视上看到他 因为他是那个红麴的 拥有专利的一位非常非常厉害的科学家 他是台湾大学生化科系的名誉教授 潘子民教授 潘教授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很有荣幸访问到你 我们今天要来谈一个学者 他的研究的过程 其实这种研究过程 就很像创业家的创业经历一样 那今天我们的主题其实是我念给大家听 微生物的发酵研究 寻找调节三高的有效方案 三高你应该知道是哪三高 我也有其中一高 我们家族都是高血压 然后动不动就会心脏病发 大概是这样子 然后我们这个传统的 华人很喜欢的尤其东南沿海 对 很喜欢的红渠里面 到底让教授得到什么样的灵感呢 好 那潘教授 我们先来讲一讲好了 你是那种从小很会读书 然后以这个做生化为直制的那样的人吗 我想进到台大的大概在小学中学的时候都是班上第一名 一定的啦 那进到台大 可是你只选的是生化 你们那时候是什么系啊 我们叫做农业化学系 是农化呀 但是农业化学里面有所谓的农产制造 农产制造里面又有发酵 这发酵老实讲我们在台湾 发酵是全世界做的最好的 对 那你是怎么样去迷上就是其中的发酵呢 因为我们进到大学以后到大三 要升大士的时候就要选指导教授 是 我那时候就看到 有一位书远志书教授 他是全世界发明 用发酵方法来制造味精的 就是我们从小 就是 味噌 味噌啦 味噌有 也是很多企业成功的根本 也是台湾菜的基本的配方 可是呢 也有各式各样正面与反面 有人说他不好 又有人说其实也没什么影响 所以就是因为跟着指导教授 其实说真的啦 潘子明教授读台大德那个时候训练比较严 现在哦 这个念了四年 还没有指导教授 你们以前大学毕业就要写论文 对不对 对 你看我已经不是了 我们大学毕业真的有你混了四年 好那么你因为老师的缘故开始研究味精 味精本来就是你那个老师发明的 那他发明的时候是用淀粉当原料 我那时候念博士班的时候正好是石油危机的时候 所以我们就想用别的原料 所以我们的原料是比较特殊的 什么 用石化原料 石油化学那一类的原料当作原料来生产味精 潘教授怪怪的呢 对 我们那个味精不是用来比如炒牛肉啊炒青菜 对 不过你用石化原料 那没关系那是维生物的食物 他吃到肚子里面经过他的变化出来就是味精 请问因为味精有几十年来一直蒙受恶迷 很多人就说吃了就会很渴啊 不应该放味精味精就不天然 到底你对味精真正的看法是如何啊 我们以科学观点来看根本不是问题 他们说什么中国餐馆症那是吃了太多的时候 他们做过实验你一餐如果吃五个大汤匙才会有问题 不太可能吧绝对不可能啦 一个礼拜也吃不了五个大汤匙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没有问题啦 所以也就是我们也要替这个台湾熟知的味精来证明 事实上那个美国人用的鸡汤块也是一种味精吧 类似啦都是类似的东西 但他可能就是无机物就对了 好那么后来为什么您会变成 我知道你是益生菌专家也是红麒专家 也就是这些都跟发酵有关是吗 对我事实上我在台大拿到博士学位以后 我曾经在最高学府所谓最高学府 就是地理位置最高的文化大学 我在那边待过15年 那你比较浪漫啦 那然后呢我又有机会转到以前的预防医学研究所 后来改成CDC啦 我在那边当过5年 潘教授你蛮了不起的耶 你是那个本土博士呢 对 你们那个时候很多人应该就是想办法都是出去拿博士学位 可是你怎么这么客进觉知 我告诉你我们同班的60个同学 毕业同学只有6个留在台湾 因为没有钱啦 从乡下来的啦 这个我可以体会啦 我也是啦 好那刚刚讲到 你是先研究益生菌还是研究红群 我刚刚讲到一半 就是说我在文化大学待了15年 卫福部的预防医学研究所待了5年 我就毕业20年以后又回到台大 我就打算一下 我大概剩下十几年可以做研究 一定要很慎重 那时候呢就想了一下子 正好那时候呢大家对于保健食品比较重视 那我们实验室呢一直在做发酵 所以我就想到用发酵的方法来做保健食品 那是民国几年啊 那时候大概是民国 我是67年毕业 所以大概民国87年 其实你那时候算很早很早了 对算早期的 所以我都又在台大服务了十几年 退休又5年啦 不好意思问贵根啦 潘教授非常非常的开朗 潘教授我知道你喝咖啡 你喝一口看看 好 这个咖啡很好喝 好 那么我们来谈一谈就是说 今天主要是聊红麴 我们知道呢 现在很多的保健食品都在做红麴 那真正第一个开始从 因为我知道福建很多菜都是用红麴 对不对 是你吗 不是 是你看见的吗 不是 因为我要请各位知道 红麴最早呢是拿来当作食品的添加剂 对啊 那小时候吃点的 有的放鱼 有的放咸菜还是什么 对对 紅麴 那就是啦 所以那时候呢 是把红麴拿来当作两个目的 一个是色素 因为红麴产生了红色色素 是天然色素 没有毒性的 很安全 那时候看起来我们宜蘭就是常常有红烧 对对对对对 现在还很红 对对对对 那第二个呢 就是利用红麴的酵素 酵素拿来做酒 我们那时候叫做红麴酒 对 这是最早的时候 那后来呢 有一个日本的专家 发掘了红麴的发酵物中 有一个叫做莫娜可林K 莫娜可林 嗯 这个成分呢可以降胆固醇 嗯 所以才把红麴的应用到保健食品 嗯 那莫娜可林K 这个成分呢 在美国FDA 食品药物管理署 他们已经警告 嗯 会有互作用 哎呦 所以呢 当我做一半的时候才发觉说 人家都说有互作用 所以我马上改 我就不用莫娜可林K 可以当做红麴的酱胆固醇的原料 嗯 我们马上 嗯 把所有红麴 菌珠 各 利用各种原料 嗯 蚝蚝蚝蚝都用过了 嗯 哦 所以能够能够当做红麴發酵的原料的 哦 米啦 麦啦 嗯 杏仁啦 什么都拿来做 嗯 结果发觉呢 用山药做的最好 哦 那可以得到两个黄色色素 哦 不含 那里面就不会有莫娜可林K 对 也就是说很多东西都是两面刃 对 它可以降胆固醇 嗯 但是那莫娜可林K也会有副作用 嗯 当时美国提出来的副作用是什么 一定有人吃的有问题吗 肌肉酸痛 哦 还有呢 可能会引发糖尿病 哦 所以那时候有一家很大的药厂 被四千多个消费者告 哦 告说你要我们吃这个这样胆固醇 但是你又没有警告我们说 可能会得到糖尿病 可是感觉上也未必是糖尿病由此来 确实 确实 因为这个后来有证实过 哦 所以莫娜可林K 不但美国在2012年禁用 嗯 在欧盟大概到2016年呢 几乎每个国家都有限制量 那潘耀壽也就是说 因为那个东西本来的研究方向里面有一种 又好又坏的东西 它出问题了 嗯 所以你们就尽量找说 红麴还是好的 对 希望他能够研究出一个这样胆固醇的方法 但是又不含那个其中有害物质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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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把这件事情搞得很清楚 对 非常重要 是好我们等一下再来跟潘子明教授来聊一聊 现在保健食品很多 但是找研究者来直接告诉你 整个研究的成因更重要 而且听起来就知道 好 同样是红麴也不可以博白吃 东莲 嘿嘿 好我们录第二段 第二段对吗 对 教授讲话好清楚哦 教书教了 没有有的教书教很久也没有那么清楚 真的好厉害 我在台大的课是一开放选课秒杀 我看我也相信 对 马上就就满了 我相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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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分钟9 2 3 幸福好时光 我们今天请到了台大生化科技学系的教授潘子明 他说他还没有从教授退休之前 在台大只要一讲课都秒杀 大家都要选 对 你有教通事吗 还是只教那个生化 有一个通事是食品安全 那只有教其中一部分的 那个是我教了 那另外两门课都是我自己开的 那就全部都是从头到尾都是我教的 对 我们在台大都变股东了 因为事实上在我念书的时候 根本没有通事课程 所以你根本修不到其他学院的课 也预不到其他学院的老师 好 那么我们刚刚谈到了红麴的研究 要找出没有有害物质的红麴 对 就让它只来降胆固醇 但是并没有就是其他的副作用 不会导致糖尿病 对 那您做了多久的研究 过程又是如何呢 嗯 大概前前后后研究了十八年 哎呦 哈哈哈哈 怎么算算你现在应该八九十 哈哈哈哈哈哈 讲起来都好多年 那老实讲在这中间呢 最难的就是说 怎么样去找到好的菌株 嗯 因为我所谓的发酵 你刚提到的三药 对就是用微生物 嗯 当我们的原料 当我们的算是工具了 嗯 然后让他吃一些食物 他的食物刚刚讲到可能是淀粉质的 嗯 糖质的都可以 然后呢他就会在体内代谢 嗯 代谢以后产生一些我们所谓的活性物质 嗯 他会排出体外 嗯 那我们就把这些活性物质的收集起来 就可以当做我们的保健食品了 哦 那我刚刚提到过 我们既然发觉说 摩拉库人家在美国 在欧美都欧洲都已经是禁用了 嗯 我当然不能用 是 所以老实讲 我特别强调 保健食品 衛福部也是这样 嗯 第一个省的 不是功效 是安全 是啊 但是有时候 嗯 很多东西过度安全也没有功效 对 是不是 对啊我们就是安全过了 接着就是省功效 是 功效过了还要省安定 嗯 就是你这个产品呢 在比如说有效期限两年内 是 你的功效成分是不会降到 哦 某个值 那个值太低的话就无效了嘛 是 所以安全 功效 嗯 安定 这三个是绝对缺一不可 是 而且我知道审核非常的严格啦 嗯 那么 可是教授我想请问 我不能告诉各位产品名 我也有在生理研发的那个红取 其实我不是胆固醇 我家族胆固醇是高的 是 嗯 我个人我报告一下 我的好胆固醇 你一般是多少是OK的 嗯 胆固醇大概要50以上 50以上 我有80哦 那好啊 但不好意思坏的也很多 哈哈哈 坏的好像有120 130哦 就是加起来是挺高的 但是 呃 我们家族哦 就是我弟弟他其实很严重哦 他胆固醇曾经到达300以上 所以他说我其实是遗传基因 比较没有去 对对对对对 但是天生的他也不必吃什么东西 他的小孩也是因为胆固醇的问题 大概十七八岁就在呃就接受了很多的治疗 这是天生的 因为胆固醇有时候高 会造成脑部小中风 对啊 胆固醇高的话 他会堆积在血管壁 嗯 堆积在血管壁 血管就越来越窄 是 但是我们的身体呢 又需要养分 嗯 所以血管里面的血液 还是要流通啊 是 他我们就有个调解作用 就是会把压力变大 嗯 就表示那血压变大了 可是我说真的 我知道那个 有那个什么FDA认真 或是有小丽人的 大概只有 欸 潘教授的研究 嗯 整个华人世界 大概只有你研究的会这样 可是通常都是这样 因为我们常吃健康食品 会吃到这个半信半疑 知道吧 而且 欸我只是觉得说 我好像 比较没有这样夹着地发脾气 嗯 没有觉得头颈部很硬 嗯 那你们当时是做了什么样的实验 发现 从 山药 现在讲的就是 我吃的也是山药的烘区 对不对 到底有做过什么样的实验和研究的过程 才发现说 哎他真的还不错 是他最好 嗯 我想大概要做一个保健食品的研发 一般我们大概有三种方法 一个叫做细胞实验 嗯 一个叫做动物实验 嗯 一个叫人体实验 嗯 细胞实验大概就是说 我可能有十种 我的候选的 嗯 原料了 那要选一种或两种 嗯 这时候呢如果全部做动物实验 不 不可能 嗯 嗯 所以用细胞实验比较快 但是细胞实验有效 不见得动物跟人体实验会有效 嗯 这个其实有点深 对对对对 然后呢到动物实验就真正我们要有高剂量 嗯 中剂量低剂量 嗯 然后呢 这个有效的话 大概在台湾的话就可以申请签字好了 那你可以跟我们讲那个动物实验的过程跟结果吗 就纯学术性的 动物实验大概 一个例子我们听得懂的 大概我们会要求说 第一个一定要控制足 也就是什么都没有吃的 是 第二个是模式足 所谓模式足就是说我如果要做血糖的 就要高血糖的 所以就是要把这些动物比如老鼠们变成高血糖 对 因为他们天生不会活到 有高血糖高血压胆固成高啊 这个模式足 是 这第二种 那另外我们大概会有三种剂量 嗯 低剂量中剂量高剂量 嗯 那这一每一组大概至少要六支到八支 嗯 然后呢 让他照刚刚讲到了第一组呢 控制组就什么都一般的食物啦 嗯 第二组就是已经把它诱导变成高血压或高血糖的 对 然后再来吃我们的实验物质 就是看看啊过了八个礼拜以后他的 哦 我们测的那个项目会不会下降下来 你这样有点像爱迪生在试那个巫师灯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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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就是用ABCD 后才发现说 哦三耀三耀只有用 对对对对 国外有三耀吗 还是三耀资产在我们这种 呃 大概中草药都是中草药都是东方的比较多啦 那印度也也有齁西方的比较少 你剛好做出那個結果 得出說三藥最有用的時候 那天心情怎樣 我還想知道科學家心理的變化 是不是會像阿基米德一樣衝出去說 啊我發現了這樣子 會高興的睡不著覺 所以那是做了18年之後才發現 沒有沒有前面就發現了 我們後面還做過 比如說臨床實驗我們都做過了 所以大概老實講 這個階段大概在18年裡面的 第三年五年那個地方就已經到到這種地步了 我知道人體實驗 因為那個衛福部說不能夠講實驗的結果 但人體實驗一定是 只要有小綠人一定是有實驗的過程嗎 在台灣我們的小綠人規定是 動物實驗或人體實驗都可以 就二選一 對但是呢 你如果這個產品要走出台灣 到國外去賣的話 一定要做人體實驗 不然人家根本不認同的 那你可以告訴我 因為反正他已經通過嘛 過程可以講嘛 結果不可以講嘛 我們依法來講這個過程可以嘛 平常做人體實驗 必須要做到所謂的隨機與雙盲 所謂隨機就是說 我找了30個人來做實驗 我要把一個是對照族 一個是實驗族 對照族就是讓他吃安慰劑的 是實驗族就是吃我們實驗物質的 嗯那這兩組的人數要一樣多 這兩組的性別男女的性別 嗯要超過一半左右 然後呢年齡也都要盡量讓他一樣 但是呢讓他吃的東西安慰劑主吃的外表跟實驗族完全一樣 嗯但是裡面是沒有實驗物質的 但是不能夠明白的告知 對對對 我知道他怕科學家已經先設定了一個目的 然後就自己很多證據就導致那個結果 對對對對 嗯 那雙盲就是剛剛講到說你實驗的人不知道你吃的是安慰劑 是還是實驗物質 嗯實驗主持人也不知道 是這叫雙盲 是只有主持人知道 哦 那如果都做完實驗了 把這些數據都拿出來分析好了 嗯 最後主持人才發表說 哦這一組是安慰劑族 這一組是實驗族 看出有效果然有感 對 好不然那些被實驗的 嗯也不會告訴你啦 啊人是會告訴你 可是我覺得人有時候你知道心理學上也會常常受到很多的蒙病 對不對 所以為什麼叫安慰劑 是就是你可能吃了 你認為這是 我還覺得有用 對對對 比如說很容易解釋就是你明明沒有給我吃安眠藥 但我睡不著 你吃了這顆就會睡著 你可能就會睡著 對對對對對 就是這個意思 那我們下一段來談 其實呃 潘教授呢 他研究叫NTU568菌 那NTU就是我們台灣大學的簡稱 對吧 所以各位這不是產品名 那他用在這個後來我知道 我每次看到的廣告都是 兩家大紅區 用的是 因為你知道我跑步的時候都在中午 就常常看到潘教授出現在那個跑步機前面的螢幕上 好那麼他到底有什麼樣的專利還有獨門技術 還有台灣的技術 啊雖然是很獨特的發明 其實要走出去啊 是一個非常非常不容易的過程 對對對 好 剩下兩個七分鐘對不對 嗯好OK 這咖啡真的不錯啊 你慢慢喝啊 不然我再來給我拿 啊麻煩您盡量指不要有聲音 沒關係沒關係 好OK 我們來講這個你的走出去 進租可以講對不對 好 來 技術好 OK 好那我們繼續囉 OK 六到七分鐘 三二一 好 幸福好時光 我們今天請到的是台灣大學的生化科學系名譽教授 潘子明教授好 那他開啟了這個台大568的郡租 其實現在台大比我們以前讀書的時候開放很多 以前幾乎都不會跟商界有任何的來往 但現在都採取一種比較開放的態度 鼓勵的 現在要產學合作 那NT568是你搞了18年 終於可以把他所有的實驗做完 可是呢有了初步的成果之後 後面其實有一個困難就是 你必須要技術轉移 對不對 變成能夠規模生產 規模生產又要能夠做非常精細的控制 那這中間的過程又是怎麼樣呢 各位了解到我們在實驗室做的 比如說都是用所謂的取盤 長大概30公分 寬了15公分 然後放一塊布 上面就放剛剛講的山藥或者米 然後把紅麴菌接進去讓它發酵 但是你要想想看 這樣做下來35公斤而已 那我們當把這些技術轉移給廠商以後 他們就要擴大規模 所以像現在我們的發酵草可以到2.5噸 你那個噸是怎麼算 一噸等一千公斤 那個紅麴菌 沒有沒有就是它的大小 而且菌很難秤重量吧 對 我們不是秤 秤菌的重量 而是說培養機發酵完了以後 菌在上面長好了 那個最後中產品的重量 那教授我不可以問你 我其實是這三個月才開始吃紅麴啦 那大家也其實都跟我介紹說 有越多的這個小綠人的其實是越好 那要通過美國FD位 因為他是抓外國人抓最嚴的一種東西 我這樣講 就是大家都心知肚明 那麼請問那一顆 裡面到底有多少菌 裡面也是紅色的 我舉個例子 人家曾經問我說 我到底吃了多少都不知道 人家曾經問我說 吃紅麴菌會不會這樣膽固醇 對 很好的問題 餅乾可能更好吃 我在大家面前不能說沒有效 我就跟他說 你如果吃了以後 心情很愉快 多多少少會有幫助 你這不是給我們安慰 對 哈哈哈哈 事實上呢 我們發酵完的東西 裡面的活性成分非常少 是啊 我們要萃取 所以你說2.5公噸 我也不知道裡面有幾支菌 對啊 那所以你要知道 我們發酵槽是2.5噸 我們的萃取槽是2噸 所以我們在找工廠的時候 樓地板的耐重的標準就要非常高 是 不然我機器會掉下去 所以要把這個擴大規模做好 很不容易 那如果談到數量上的問題 其實益生菌我已經比較熟悉 就是說有的教授也覺得 那一包裡面要有 多少菌 一百萬一百億到六百億 那紅麴那通常是很多家也有很多家 一顆到底要吃多少 我們不講菌 紅麴不講菌 不是講菌的 紅麴是講有效成分的含量 那要怎麼計算啊 我們就要萃取出來以後 然後你這個東西呢 要去把它存化 然後去看看你從 比如說從一公斤的原料 可以得到幾毫克的有效成分 然後一顆應該要含多少的有效成分 我們不講菌 因為它不是菌發揮效能 是這樣啊 對 大家應該都跟我是在乎 就是人家推薦什麼講什麼 其實我們根本不知道自己吃的是什麼 應該對的 大家都都是這樣的啦 我想不是學科學 原來它不是菌 對 好 那麼你發表了NT568 就是你這個紅麴的 所以我現在又不能叫它菌豬對不對 應該也是 它算是菌豬 算是菌豬 對 你發表過130篇的學術論文 還有四篇的臨床研究啊 嗯 這個是老實講 我敢這樣講 全世界沒有人紅麴 研究超過130篇的 是啊 所以事實上百科全書裡面的紅麴 都是請我們寫 就代表說我們的分量已經被公認了啦 是 所以很不容易 而且臨床試驗能夠做到四個 四次的臨床試驗 這也是很不容易的 嗯 因為臨床試驗花很多錢 對 一次低者幾百萬 高者幾千萬 那個潘教授 我知道現在台大都在提倡產學合作 對 可是說真的 你們真的蠻厲害的 你們是跟娘家合作 我會說 看那個 一邊在街邊吃滷肉飯時 我會看到大家都是開電視劇對不對 那裡面常常就是 就是媳婦送婆婆 可能要送大紅麴啊 還有紅麴水餃 我記得 那麼像這樣子的 也就是說 我其實應該用一個從商業上問一個問題就是說 如果他的回購率高就表示很多的消費者 自己吃錢吃後也有去做健康檢查報告 不然幹嘛傻吃對不對 那可以講述一下就是說 當一個學者把這個東西普及大眾化 你得到的回想是不是比在研究 就是研究室裡面更有成就感 這個問題問得很好 有人就跟我講說 你退休之前是一個教授 你退休以後呢 變成一個研發者 變成公司的一部分 你比較喜歡哪個角色 老實講我比較喜歡前者 你還是想要去教學生 對啊 能夠很自由自在的做想做的 你到工廠以後 股東就盯著你 你今天有沒有賺錢 而且他會去 其實研發部門是最不應該去賺成本與回報率的 可是很可能你會有這樣的壓力 對 所以我要擋 怎麼擋 比如說在股東會議 他們提到說 研發的經費不要這麼多 我說不要這麼多 你三年後怎麼辦 對 要讓他們知道說 看遠一點 是 你去看那些這個偉大的企業 就是為什麼他有時候有的產品賣的貴 其實的確是研發的費用高 因為這種像生化科技的東西 你不可以只計價那個成本 對對對 研發常常佔了80% 前期成本非常的厲害 對對對 所以我老實講 我們原來開始生產的時候 一顆空曲的成本是兩三萬塊 哎唷喂啊 後來呢 我們用生化科技的方法 讓他的產量增加 才能夠降到說 一顆變成幾十塊 是 但是這中間 都有很多學者的血汗成本 那我也知道潘教授得到了FDA的這個證明 對不對 而且是國內唯一的這個紅麴得到證明認證 聽說那個很困難 我們等一下再來聊聊 好 好 來講這個 因為美國人很難搞 那個台灣 我們是第一家 我們是第一家 我知道 MDI 對 兩個三個其實對消費者不重要 但是FDI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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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他們T很難搞啊 喔 很挑剔 對好 OK 嗯 OK 這樣囉 五公鐘左右 嗯 三二 好 我們來談談台大的生化科技學系的名譽教授潘子民 因為全台灣齁在研究健康食品大概只有他拿到的FDA啦 嗯 對 這跟你台大教授的背景有關係嗎 沒有 沒關係 我們申請的時候是要把我們的資料全部都送給他 嗯 我非常欽佩FDA的官員 嗯 他們把我第三篇跟第105篇兩個地方呢 講的不太一樣 他馬上就問你啦 哈哈哈哈 我們要解釋清楚了 你也是寫英文嘛 當然啦 他們真的讀了耶 總共130篇耶 130篇 我非常崇拜他們不打混的精神 對 結果呢 結果我們解釋了他可以接受 所以他給我們叫做NDI New Dietary Ingredient 就是說 一個新的 當作我們膳食成分的成分 是 這個很不容易的 是進美國市場一定要拿到FDA嗎 還是說 因為有的是申請專利 不是有什麼FDA的東西 嗯 我認為啦 你既然是食品的話 當然要有FDA的證明 嗯 它是安全的 比較重要 而且我要特別強調 在他給我們的NDI 那個Document 就是文件裡面 他寫了一句話 是一個美國政府官員很不容易講的話 他說 他說這個成品呢 是Safe for long-term consumption 就是長期而言是非常安全 長期服用還是安全的 然後他很穩定 對 而且那個一定做過很多的那種毒性檢測 對 對安全 吃800顆不會死這樣子 嗯 我們做過實驗就是 你現在吃的量 我們把它放大到幾千倍 嗯 也沒有問題 潘教授我想請問你 像膽固醇過高 是東方人比較多呢 還是美國也有這樣子的問題 然後是先天還是後天 都有 那先天很重要 因為各位要了解到 我們體內的膽固醇80% 是由體內器官自己合成的 是的 20%才是食物來的 以前觀念錯誤嘛 就告訴你說 不要吃蛋黃 對呀 事實上 呃 像醫生都會告訴你說 其實你就是一個膽固醇工廠 嗯 你就有的人 天生製造量就是很多 對 甚至任何的東西 你不要吃任何含膽固醇的食物 你自己也會有膽固醇 對 嗯 膽固醇對人來講 病完全都是壞的 他也是我們一些器官合成的 最小的單位 是原料啦 但是不能太多 是 但有好膽固醇跟壞膽固醇嘛 對 比如說醫生看到我的數據 就說 你壞膽固醇雖然也不少 可是因為好的很多 我跟你講 你血管並沒有硬化 也不會中風 對 但是意思 他也沒有跟你說 你不要吃牛排 沒有什麼 但是我們也是盡量 想要把壞的降下來 可是有的家族 譬如說像我弟 他就是天生壞膽固醇 非常多 對 而且同父同母也未必狀況一樣 當然啊 每一個兄弟姐妹都不見不見得都一樣啊 你自己膽固醇好嗎 教授 老實講 我一開始的時候還是在吃藥 哦 但是我 你講你自己就最有說服力了 我開始 比如說我七天 有一天呢 改成吃紅麴 六天還是吃藥 然後一個月呢 去檢驗 我的膽固醇還不錯啊 跟吃藥 七天全部吃藥 還是一樣的哦 慢慢的 我第二個月呢 就是五天吃紅麴 要 然後兩天吃紅麴 是 慢慢變成四天吃藥 三天吃紅麴 到最後呢 七天全部吃紅麴 是 都可以維持得很好 嗯 那 你剛剛講的是高膽固醇嘛 對 事實上我們看到紅麴 他跟你有寫過三高研究的論文 嗯 那對於那個高血壓與 呃 高血脂 嗯 哦 高血糖 嗯 那又如何 你那個論文在寫什麼呢 呃 我要跟各位解釋的就是說 膽固醇 所以會對人不好 就是他會堆積在血管壁 對 這是低密度子彈白膽固醇 你有高血壓嗎 我沒有 那我可以當你的實驗動 哈哈 我沒有高膽 我白膽固醇 我就是個高血壓患 血壓 我們也做過實驗 對 那剛剛講過 就是如果堆積在血管壁的話 血管能夠流通的 血液流通的就越來越小 是 那為了要讓身體得到足夠的養分 他就要更大的壓力來壓 你的血液 對 所以血壓就高了 那高密度子彈白膽固醇是好的 嗯 他是相反的 他可以把已經堆積在血管壁的膽固醇帶走 對 就算壞的很多高的夠多 你就可以把它弄走 對 所以其實 血壓跟膽固醇根本就是一體的兩面 對 對 都會彼此相關的 那血糖 你也沒有糖尿病遺傳對不對 對 那血糖的 比較沒有什麼關係 跟血壓跟膽固醇比較沒有關係 所以血糖跟紅麴比較沒關係 對 但是我們也做過實驗了 什麼實驗 因為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只是用MonoclinK 後來改成兩個黃色色素以後 我們三高都做了 嗯 我們做了三個臨床實驗就是血脂血壓血糖 嗯 都有效 就老鼠們過著比較平和的生活 人不是老鼠 人體實驗 人 好 那麼這就是潘子民教授的研究 那我覺得他也是產學合作 就是用台大跟娘家合作一個非常非常好的範例 那也教我們就是說 因為其實台灣人普遍 就算要吃藥也是應該的 可是我們都有一個概念 就是藥就是毒 到底能夠吃很多久 那每個人在發現自己的健康物料報告不對的時候 都是要去找那個其他的 最好是找到有小綠人 至少他證明你無毒嘛 嗯 就算吃不好也是不會變壞 對不對 這很重要 也不能夠放棄醫生開的藥物 直到醫生說OK 這樣就可以了 我想我要強調的就是 我以那個血脂來講 嗯 如果是兩百次以上 請你不要只有吃保健食品 兩百次以上就吃藥 兩百次是指壞的還好 總共的 總共的 然後呢如果是兩百以下 你什麼都不要吃不要特別啦 兩百以下是正常的 兩百次呢健保可以給付啦 嗯 就表示說開藥不要錢啦 像我們這種兩百到兩百次 對兩百到兩百次的 這個呢你如果吃藥的話 又怕要有副作用 然後呢我們就 醫生也說不嚴重喔 對 但是你不要讓他上去啊 是的 這時候就可以 試著保健食品啦 而且潘教授講的對 其實我大概沒幾年有測過一次啊 以前壞膽固醇其實沒有那麼高 嗯對不對 人會隨著年紀 壞膽固醇會上去 對對對 那我們只是希望 不要再一支這樣 對 垃圾不要在血管堆太多 非常謝謝台大生化科技學系的 名譽教授潘子明 這麼詳細的講解 那麼如果你有相關的資訊 如果聽這個紅麴還沒有聽清楚的 請你打電話到 0225005566 0225005566 中廣美少女會為你服務喔 請繼續收聽王瑞瑤主持的 超級美食家